民眾開車等紅綠燈 但遠遠前方居然出現一個黑影 綠燈起步慢慢往前開 這才發現竟然是一位老先生 四肢著地正在過馬路 而這畫面看得令人心酸 路上騎士和車主紛紛避開 就怕不小心撞到他 屁股這樣嚕著嚕著前進的 很危險沒錯 人家會很扭意 本所於111年8月22日 十四時接獲民眾 發言說明德一路往刺激方向 有一名老翁 正在路邊需要本所協助 本所每次要派同人前往了解 該名老翁 細助於本轄內 老翁年紀已大及行走不變 加上敵人消耗過度 所以才會蹲在路邊休息 本所援軍熱心的顧送 該名老翁返回住處 警方初步了解這名老翁 是附近一家木材行的長公 沒有結婚也沒有兒女 退休後由雇主安排住處 生活還能夠治理 只是這次體力不支 用爬的過馬路 讓人看得相當不捨 記者黃少民 吉隆報導 記者黃少民 吉隆報導